OK 各位同学 那么前面的讲解呢 希望同学们能够了解 在经济问题当中的一些常见的基本概念 和一些重要的等量关系 如果这些同学们都弄清楚了之后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通过各种各样的题目 我们一起来巩固刚刚所学的各种基本概念 和相关的公式吧 好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第一会有好几个小问 把咱们刚才讲的一些基本概念 基本公式再巩固一下 好 第一小问 某商店从阳光皮剧场 以每个八十元的价格 购进了六十个皮箱 那么想问一下同学们 这个八十元对于这个商店来讲是什么呢 很明显 是不是应该就是他买进每个箱子 所支付的那个成本了 对不对 那OK 以每个是八十元 一共是买了六十个皮箱 所以商店进了这箱皮箱 那么为此要支付多少钱呢 那就是六十乘以八十 也就是四千八百元 对吧 也就是我要开个皮 那个卖个皮箱 这个想 我这是开的店要卖皮箱 那我先去工厂 花了四千八百元 买进来了六十个皮箱 那么这四千八百元 就是这些皮箱的成本了 接下来这些皮箱 一共卖了六千三百元 卖出去一共卖了六千三 这六千三就应该是你的售价 那自然利润很简单 售价减成本 是不是就出来了 这道题的关键就是要区分 或者通过题目去数 能够弄明白 哪个量代表的是成本 哪个量代表的是售价 就可以了 好 看一下简单的解析过程 六千三减去六十乘以八十 最后算出的结果 利润就应该是一千五百元了 OK 给同学 来 咱们看第二小问 一部电话 它的净价是二百五十元 售出价是三百二十元 问这部电话的利润率是多少 好了 那马上想利润率怎么算呢 还记得吗 那就是利润除以成本 现在要求的是这部电话的利润率 那就是你要算出这部电话最后售出 商家能赚多少钱 这是利润 再除以这部电话的成本就可以了 这些题目统统都告诉我们了 净价是好吧 这个净价真神奇 二百五十元 那这就是成本 售出价是三百二十元 那么卖出去了三百二十元 这个你的成本是二百五十元 自然这个差值七十元 就是这部电话的利润 那么接下来用七十除以成本 二百五十 再乘以百分之百 就是我们的这部电话的利润率了 好 最后算完 利润率应该等于百分之二十八了 怎么样 各位同学 第二个小问 你算对了吗 来 来继续我们看第三小问 一个鼠标的净价是一百零八元 定价是一百八十元 但要注意 实际上是打了七五折出售 问这个鼠标的利润率是多少 好 问的呢 还是利润率 那有了刚才第二小问的基础 很简单 那就是利润除以成本 不就可以了吗 但是要注意的是 净价是一百零八元 定价一百八 那是不是利润就是一百八 一百零八七十二元呢 哎 那大家都能知道 肯定不是了 这个定价就是我原定的价格是一百八十元 就是我原来准备上一百八十元 卖这个鼠标的 但是在我真正卖的时候 我是要一百八十元卖出去的吗 不是 是打了七五折出售 所以我真正卖出去这个鼠标 卖的钱是多少呢 应该是在原来一百八十元定价的基础上 是不是打了个七五折 那就是乘以百分之七十五 这个才是这个鼠标真正卖出去的价格 那么接下来应该是用它减去一百零八 这样得来的才是你真正获得的利润 然后再除以净价 再除以这个净价一百零八 然后乘以百分之一百就可以了 好 那最后可以算出来 这个鼠标的利润率应该是百分之二十五 一定要注意 真正卖出去的价格可不是一百八 而是打了一个七五折 所以在我们做这种经济问题的时候 同学们 尤其在这种买卖东西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到底我真正这些商品卖出去的价格是多少 咱们一定要把它弄清楚了 有的时候题目一般可能会像照题一样 会给一个标价 但是在真正卖的时候可能会打了一个折 所以这个时候到底真正卖了多少钱 自己一定要心中有数了 好 给同学来继续 第四小问 一件皮衣的净价是八百元 标价是一千四百四十元 也就是原来呢 是花了八百元进了这件皮衣 所以成本是八百 那么标价就是原定的是我 这个标一千四百四十元 先按这个价格卖出去 好 你先卖的有点贵了 对吧 所以没人来买 那没人买怎么办呢 那最有利的一个武器 就降价打折呗 所以建筑呢 决定打折出售 但是呢 这个打折也要注意一下 你不能打得太狠 你说打个一折 对吧 乘以百分之十 这按照标价的百分之十 就卖一百四十四啊 这亏的阿发了 对不对 所以打完折之后 卖完之后 建筑希望能够获得不低于 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率 还是希望能够赚点钱的 而赚的这个钱的 这个赚的这个利润呢 占成本的比率最低最低 也得到百分之三十五 不能比这个再低了 那么现在请问 这件皮最低可以打几折呢 那么在这里面 所谓的这件皮最低可以打几折 也就是意味着 这件皮最低最低 你得以一个什么价格卖出去呢 那么按照题目的叙述 它最低最低的这个价格卖出去 还要保证店主至少能有 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率 对吧 利润率不能比百分之三十五低 所以很明显 你的售价低了 因为成本没有变 售价低了 利润数就变少了 自然利润率跟着 是不是也就变少了 但是再少 我的利润率也要至少达到百分之三十五 所以最极端的情况 那就是建筑恰好 有了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率 那我们看这种情况下的售价是多少 这是不是就是你的最低售价 自然最低打几折 是不是也就出来了 好了 那我们知道净价是八百元 那自然 根据我们刚才所给出的等量关系 你又知道利润率是百分之三十五 那我是不就可以直接算出 想要得到百分之三十五的利润率 你的售价应该是多少 那么这里有两个办法 第一种办法 我们先用八百 乘以利润率百分之三十五 成本乘以利润率 是不是可以首先得到的是利润 然后再加上成本八百元 那这就是利润加成本 当然得到的就是售价 而另外一个办法 那当然就直接用成本八百 乘以一加百分之三十五的和 是不是就是一加上利润率 然后再乘以八百 这就是售价 那么这两个算出来的肯定是同一个结果 而这个售价就是我们的最低售价 然后用它除以原来的标价 一千四百四十 这就是我们店主最低能够把这件P1打几折了 好了 那基本思路就是这个样子 下面同样的看一下解析过程吧 首先我们可以能够知道 当利润率为百分之三十五的时候 售价应该是仅仅为一千零八十元 那么打的折扣就应该是一千零八 除以一千四百四十 再乘以百分之百 那也就是百分之七十五 换句话说 也就是最低也要打七五折了 OK 各位同学 来 接下来我们看咱们的第五小题 一台空桥按照百分之三十的利润率定价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叫做按照百分之三十的利润率来定价呢 那这个意思就是首先我们是不是首先要进一台空桥有一个成本 然后呢我再要往外卖 那我卖的时候这个价应该怎么定呢 那么现在的目标按百分之三十的利润定价 就希望当你有了一个标价之后 那么按照这个价格卖出去 所获得的利润应该占成本的百分之三十了 那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按百分之三十的利润定价 那就是在我们进这个空桥的成本价的基础上 要再加上多少呢 再加上成本价的百分之三十 那么这样算出来的就是我原计划的这个定价了 但是很明显 现在呢我并不是按照这个价格卖出去的 是按照了我们这个定价的百分之八十 因为啥八折售出嘛 所以相当于最终是在这个整个算式的基础上 再打一个八折乘以百分之八十卖出去的 卖出去之后发现获得了一百元的利润 问这台空桥的成本是多少元 最后的利润率是多少 好那这一个小问 怎么算出这个空桥的成本呢 其实在我们刚才叙述前面这些条件和解析的时候 其实大概同学们应该就有一定的想法和思路了 对不对 那咱们来看一下 首先的定价是不是应该是在成本价的记录上 再加上成本价的百分之三十 所以原计划的定价 那就应该是成本价 然后乘以一加百分之三十 当然最终的情况并不是按照这个价格出售的 是打了一个八折 那也就是再乘以百分之八十 这就是换季的时候真正这台空调卖出去的价格 那么减去成本当然得到的就应该是利润 也就是一百元了 好了那很明显在这里我们可以把成本 比如说用微值数X来表示 或者再比如说利用我们所讲过的分数类型的用题 咱们设个单位一的方式来表示 那其实都是可以能够把这条题目给轻松的改定的 好了那最后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算出来成本是多少了 而成本有了 当然最后的利润率是多少 也就可以能够轻松的计算出来了 好了来各位同学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制造题的解题过程吧 那首先算成本的这一块咱们就不多说了 这台空调售初始的价格应该是成本的1.04倍 也就是在成本的基础上乘以1加30% 然后再乘以80% 所以应该是整个成本价的104% 也就是1.04乘以成本 然后接下来获利的是100元 那自然可以算出成本价就应该是100除以1.04减1的差 等于2500元 那么我们这道题所给出的解析过程很明显 是相当于把成本看成了单位1 那么我真正的售价相当于就应该是经过计算 等于1.04 也就是原来成本的1.04倍 那么1.04和1的差值0.04 对应的就是你最终获得具体利润100元 这样一除可以算出来 我们的成本是2500元 那么接下来计算利润率的时候 方法也非常多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了利润率是什么 是利润除以成本再乘以100% 所以同样两个办法 我已经知道了成本为2500元 而我又知道最后获利是100元 那我直接100除以2500乘以100%就可以了 或者另外一个办法 当我们刚才把成本设为单位1的时候 那么真正的售价是不是1.04 那么1.04和1的这个差值0.04 相当于是不是就获得的利润 那我还可以直接用0.04除以1乘以100% 所以最终无论是哪一个都可以能够算出来 利润率应该为4%了 好 各位同学 那咱们第一的五道小题就说到这里了 题目都并不是非常的难 希望通过这五道题目的训练 能够让同学们进一步的了解到 咱们的经济问题的相关的概念 还有当然就是一些比较重要的公式应用了 咱们的经济问题的相关